早晨,比比 早晨,大家早晨 大家好,回到節目時間 現在市場跌至220點 17580點 跌大了 從指數來看 差一點就跌至250點 是17515 現在差多少呢?60點 其實今天低位都17530 差十幾點 差十幾點 不知道會不會去到250天 又要穿一穿 我就不是這麼樂觀了 你怎麼看呢? 不樂觀是正常的 因為近來看市勢 你和我都看見 大家都看見 那個勢頭是弱的 這個不用爭吵 特別上星期五 跌了二百幾點 但是看一看大家 最低位收市 而你可以說 成交比較偏低 股額不大 我反過來這樣說 去到這些18000點 以下的位置 都沒有人買貨 所以萬一有壞消息的話 自然會踩多兩腳 所以走勢是差的 但是單就 譬如今天 當然現在跌了二百幾點 在這個水平 或者今個星期來計 我又不想特別看淡 因為上星期五來計 始終美國都有個 其實不算太好的 非農職的經濟數據 大家對於那個減息的預期 是升溫的 那今個星期 有美國CPI 爆威爺爺出來說話等等 不排除外圍炒作這個減息 都還有少少幫助 所以A股是差的了 人民幣彈極都是7.29 都是弱的了 港股勢頭都是一般的 但是短線來計 我們有外圍炒一炒 再加上下個星期 單頭 不是 先不要說三中全會 這個三中全會 你明白到 七一 我們什麼都沒有 只有兩隻熊貓 你不會三中全會 再送兩隻熊貓吧 應該有些事情要看 所以我先不要說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下個星期才算 但是我們籠證做短線的話 你這個 我覺得是差的了 但是你17500或者17600 再短時間 再沽下去 今天掉了二百多點 有沒有肉食線 那我一不就不做 一不就 我駁它 就算穿少少250天線 都會有一個反彈的 始終我為做得好 始終有個政策憧憬 所以一不就不要做了 如果要做就很簡單 真是少著做的牛證 希望守得住175 彈回一二百點 閃 然後再看看 接下來外圍的情況 三中全會有沒有了到 不要又送熊貓給我 如果沒有了到的話 說真的 我都擔心市真的會再下 因為你從16044升到19706 調整0.382 調整0.5 二百十天線都穿了的話 其實有機會反映那個升浪 雖然我本身不是這樣看 但是萬種行情歸於事 你都沒得肯定來的 如果真的再穿 其實可能真的完結了 會再跌深一些 我想就不是174 172 會再穿 到時再追沽都不遲 所以短線 今天來算 我反而膽勃膽 要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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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個牛證 薄它175受得住 或者略穿一點 就幫我打彈 吃它幾百點就閃了 就是這樣的看法 好 如果牛證的選擇 就有隻56350 這個恆子的牛證 這個45倍槓桿夠玩 一萬對一 卵價才講四仙 現在跌兩成七 因為市場正在回 不過剛才比那個低位 都有些少收窄 收回價是17295 1.5% 近近的 所以自己要留意 17295收回 如果你說 不是啊 我覺得如果再穿位 看多一陣 不對路 再穿 175 下174 那就要 紅它 有隻 63433 這隻也是一萬對一的選擇 39倍槓桿四仙三 收回價是18000 都很近的 我的意思是 現在這一派出的產品 紅證來講 算是近一點 10,00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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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4%, 2.4%距離 暫時就是零街貨 所以就可以很舒服地買 63433 三中全會可不可以送無牛 不要送紅 送牛 也好 不要送紅貓 送牛 有朋友說 騰訊轉燈 現在正在下跌 先下跌2千 379.6 騰訊怎麼看 我不想推他 買不買星是你的訊息 主要原因來說 我覺得騰訊的業績是有兩點的 以前來說 它最差就是這個遊戲 這一兩年經常拖累它 因為我們知道騰訊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增值服務 當中就是遊戲 遊戲最主要就是本土遊戲 不能經常都忘記榮耀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部分就不開胃 但是由5月21日開始 它很多新遊戲出場 我經常都說 地下成員勇士 理論上 看一些流水量都可以的 所以業績方面有支撐 其實我就不是很想去推它 你這麼說 講過是弱的了 這個不和大家爭吵 但是如果要推科技股的話 有兩隻我不想搞它的 第一隻就是騰訊 因為業績應該可以的 第二就是亞利 因為亞利不是好 但是它有很大量的回購 那你70塊哪些都能破 你70、12塊去推它 用來搞的 所以如果要搞騰訊 我反而覺得 又是玩回剛才 假設大市站得住 你薄短性反彈 就應該是買騰訊的牛 或者是摳卵的 但是如果要推科技股 那我一是就美團 但是美團也有回購 最近都強烈的 就是我可能最沽百度 簡單的意思就是 如果要沽這個科技股 我就不想搞騰訊和亞利 其它的科技股就反而可以多想 OK 好 如果騰訊不要搞它淡倉 而是等它跌定的時候 再買回去 可以看一隻5701 5701 這隻收回價是350塊 距離大概8%左右 10.1倍槓桿 現在在做7400塊 至於你說做淡之選的話 可以看一隻3690 就 紅證選擇有這隻 都有10倍槓桿的 這隻59618 是的 3690的紅證 啤啤 就59618 講10倍槓桿 1號1千8的 收回價128元 100對1的選擇 9988都是不好 就是做淡的話 就不好了 因為它麻煩在什麼呢 它又不會大升 因為第一業績不好 第二了 沒有了分拆概念 但是它又很難大跌 因為講到那個回購 已經 最重要是本身的回購今晚很大 就是預計回購今晚很大 而它實際上 上禮拜出公告 回購的進度比預期更加快 所以我想70元 除非市場很淡 那你直接投入市場就可以了 那不是那麼容易去搞鬼的 所以我都不特別去投入阿里 因為很容易 它就雖然雖然 如果你買小紅它又不跌 你買一隻叫投入 你就輸了時間 它跟你拗在這裡 那你跟它鬥長命嗎 所以阿里巴巴難搞些 所以我自己 大家都知道 我是從阿里巴巴掛勾的 就收了15厘息的 所以我就 要投入它就不搞它了 那看看 有否有機會 就是博它受得住70元 OK 好 如果你要看一隻阿里巴巴 不要做淡 它叫有隻24692 這隻是7倍槓桿 到期日是11月未 所以年期都會中的 8.9元 行使價78.04元 價外8.46% 好 接著看看還有什麼升 那隻981 今天早上表現挺好的 那些芯片股 還有137也好 是 是啊 981可不可以 試一下追一下call呢 可以 因為我想近來來計 我剛才都看到一些 我今早有看著你們的節目 賊力王 我剛才看到有朋友說 除了AI 機械人股 其實都不用看 當然這個可能在美股 但是同樣地 就是這類型的股份 都相對強勢 但是我經常都說 對於 你問我 中芯 華雄這些 就是炒區間 如果你說 始終有美國 搞鬼它 你炒得太好 你22元 24元買它 就浪費了 但是反過來 現在是17、18元這些位 又見到 你說有找東西想買 逆試call它 那行 981看好 好 OK 好 那先 981好倉之選 有這隻 看先 買牛還是call呢 牛幾好 這隻5217 是一隻981的牛證 說的是 有50對1的選債 5.2倍槓桿 收回價是15.1 距離都有成一成幾 都舒服的 舒服的 我聽到都舒服的 沒錯 現在是6800 可以看看 58217 就是中心的牛 你說 我不想冒了這個 有收回風險的話 都可以選call 但那個槓桿 就相對沒有那麼高 但仍然有4.6倍槓桿 25839 這隻981的call 25839 4.6倍槓桿 1號4千9 年期去到明年2月14 就是情人之師到期 情人之 沒錯 價外21% 行使價21.5 10對1的選擇 另外 有人問1299 你怎麼看 可不可以做淡 它真的很難搞 因為我覺得做淡風險 就不太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市場真的跌下去 它都應該這些弱勢股 是跟著跌的了 第二 我又看不到 有什麼特別的出發 就是令到它會大升 因為它最大的問題 就是講的新增業務 價值的利益率 接下來會公佈 第二季的營運數字 那至今都應該是 一般的了 所以我覺得 你說它很便宜 很多人都覺得很便宜 你證股儲一下貨是OK的 但如果你衍生工具的話 都是看著大市偏弱的話 那你就唯有是做過淡倉 那這個 如果你給我解決 都是做 它未必是我首選做淡的裏面 因為理論上它幫風不是太大 未必夠肉食 但是如果要做一個方向的話 那你都很難是很看好它吧 還有我們身手這麼好的 當然是看著細做的 做個淡倉吧 1299有幫 OK 好啊 那如果想槓桿高的話 有這隻有幫POOT 1299 其實買POOTOK 因為它的窩本身 即叫POOT那邊 就會低一點 買鋁靜 是 好過牛熊 24228的1299 POOT 24228就是11.8倍槓桿 現在做五線的鋁靜也很舒服 十月尾左右到期 價外16% 這款條款相當不俗 24228 我也挺喜歡的 不如放這隻 另外 如果槓桿不要那麼高 有隻十對一的 9.5倍槓桿1號5,9 這隻輕微價外6% 駁它入價那一刻 彈力更加驚人 到期日就差剛才那隻小小 10月18日到期 亦都是十對一的選擇 這隻就是25902 1299的POOT 25902 好 都差不多了 麻煩比比 好 先利生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所說的股份 我持有阿里巴巴的結構性產品 其他都沒有 好 我是沒有持有任何上述所說過的股份 好 那我就謝謝你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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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